本週六 晚上7點半 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將會迎來一場早場賽事 曼聯將會作客挑戰修咸頓 兩年敗的曼聯金將將會迎來反彈的機會 因為修咸頓作為升班馬 在聯賽的開局已遭遇到三年敗 金將由坦克戴領的曼聯 不可能再讓各位球迷失望 另外M直播將為本場賽事作現場直播 修咸頓在上個賽季的英冠 憑藉著升班附加賽從而獲得升班的資格 雖然在今個夏天的轉會槍市場上動作比較多 但球隊預計總身價只是排名在英超的倒數第三位 來到英超的前三名賽事踢完 修咸頓有多達42次的攻門 排名在英超的第七位 但當中他們只取得一個入球 還要在上將憑藉著管源游勢 在最後的時刻攻入一個環媒熬臉的入球 修咸頓往往在比賽當中 給人一種有浪射的感覺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 修咸頓在今季前三場的賽事 都是遵從著一個模式 就是擁有大量控球權 他們長均68.1%的控球率 排名是英超的第二位 但可惜的是 他們大部分控球權都在自己的後半場 這亦無疑讓他們更容易在一個危險的位置 令球隊自己造成失誤 這亦是英超之罪 若然繼續以這個方式去比賽 修咸頓金將將無法避免聯賽四連敗 而在萬聯方面 他們開局一勝兩賦 難以令各位球迷滿意 坦哈格的稅位相信已經去到如來邊上面 金將將會面對著若女修咸頓 將會是坦哈格如來勒馬的好機會 萬聯整支球隊的戰術似乎會成為修咸頓的惡夢 球隊今季採取的戰術 最主要是直接進攻 Direct Attacks 排名是英超的第一位 有16次之多 他們的攔截也相當厲害 以72次高居英超之首 換言之 他們也善於迫搶 從而直接進行快攻 當中球員拉舒福特、迪亞路 和施克斯等前鋒射手 金將面對修咸頓 將會好好把握這次的機會 另外 上將表現糟糕的卡斯米露 預計金將會被新加盟的烏加迪 取代正選的位置 而金將烏加迪真是擔任正選的位置 相信萬聯的攔截次數應該會倍增 因為烏加迪是上轄歐洲五大聯賽 每90分鐘內攔截次數第二多球員 長均達到4.6次 若然修咸頓金將仍在後場短傳滲透 這個也可能造就萬聯的新加盟球員 烏加迪一個完美的萬聯首售賽事 現在從紙面來看 在戰術運用方面 金將萬聯相當有利 大家還記得 在2021年2月3日 萬聯曾經以9比0大勝修咸頓 製造該賽季最大的比數分差 金將我們來看看坦哈格能否用一場大勝 來為萬聯接下來的賽程增添信心 给予到兩千萬發展 休息 詞者